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小指外分 子女不亲近,跟子女的缘分比较薄 子女叛女,到了晚年的时候 她容易有一些孤苦 小指这个外分是一个特点 但是她的小指的形态还是不错的 下粗上戏,形态还是不错的 这种人口才不错 加上她的水星球的位置也是比较饱满的 三宫都非常不错 那么这种人非常适合去做口才相关的 律师,咨询,或者是公关类的行业 而且在做这方面的时候 她容易事业有成 建议自己通过自己的口才 做生意,或者是谈判 这些运势会好一些 这是这么一个特点 这个什么,这个是压住了事业线 人文压住了事业线 这个在年轻的时候运势不错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会经历一些风雨 事业线并且又出现一些分叉 那么个人的运势不是很好 最明显的表现在婚姻并不美满 婚后呢,由于钱的事情出现一些裂痕 这就是我们说早年,看某个人早年,年纪轻轻的就春风得已 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错 婚后呢,反而就不如以前 这就是原因,这个就是天文人文压住了事业线 压住了事业线 这个是川子长 川子长,女人川子长乘起家的一片天 没有一个强大的丈夫可以依靠 凡是只能靠自己一生操劳又操心 但是川子长的事业有成是一个特点 放在女人身上也不会差 至少能够凭借自身强大的努力啊 来逐步的改善生活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看 婚姻线下垂接触到感情线 这个是,这个以前讲的啊 这个非常忌讳的 在首相学当中啊 这种首相的人特别容易离婚啊 假如说这种手掌两条线 这个跟 什么 小导状啊 这种 有这种导纹啊 或者是感情线出现导纹 再加上这个婚姻线下垂接触到感情线 那么就是感情非常的不利啊 这个轻者两者分居严重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离婚啊 就是婚姻线下垂接触到感情线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坑火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